政府抽起財委會四項議程 希望可以加快審議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 人民力量批評政府的做法 表明會繼續拉布 朱姆夏報道 政府去信財委會主席張宇人 希望抽起四項議程 包括警隊及消防署更換裝備 以及中學推行資訊科技的撥款 加快審批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申請 並獲張宇人同意 人民力量不滿政府的做法 政府多次強調他們很關注年輕人 今下竟然為了一男子的需要 為了良盈利益互相輸送和包庇 而是犧牲年輕人 犧牲香港陸上和海上的安全管理 他們希望整個泛民可以合作拉布 讓政府無法在這個財政年度之內取得撥款 建制派認為抽起的議程都沒有迫切性 認為政府做法合理 我們復會到今天 都是一種很不負責任的做法 口就說 為何不將市民最民生的東西放在這裏 但逢是要這樣做 它其實都是在這方面的拉布 政府的施政一定是有自己本身的安排和部署 財委會現時剩下一項漁業發展貸款基金 以及兩項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撥款要審議 如果未能在2月通過 會令之前在大會通過成立創新及科技局的決議案無效 需要重新審議 NOW TV記者 居姆哈 報道